歡迎收看藝方星期天,我是Billy李子芬 去年12月,是音樂家貝多芬250歲的丹臣 世界各地都安排了不同的慶祝活動 但是因為疫情緣故,很多活動最後都要被中斷 就連貝多芬的出生地、德國波音 都有多場的實體慶祝音樂會要取消 在香港,去年的慶祝活動很多都因為疫情要取消 但是慶幸,原定的部分活動 延期到今年終於可以如期舉行 待會我們會跟大家作詳細的介紹 根據政府的統計數字 香港每天平均生產160至180公噸的源臨廢物 他們稱為綠色廢物或是源泡廢物 當中有大約100公噸 是來自建築工程以及日常植物保養的清理工作 之後再經由不同的政府部門收集 在過去的五年,香港的源臨廢物量更加有增無減 不過其實都可以有一些創新的方法 去重用這些源臨廢物 我們歪趴林區是作為源臨廢物的回收中心 我們每天都處理和回收很多不同種類的源臨廢物 希望透過與雕塑形這個合作 就可以讓普羅大眾知道 我們這些源臨廢物其實回收回來之後 其實是可以做到一些很漂亮的目標數和藝術裝置 在2018年超強颱風山竹吹襲香港之後 環境保護署在屯門爭取 設立了一個臨時源臨廢物回收場 處理倒塌樹木以及其他源臨廢物 後來為了擴大規模以及再生產品的種類 場地發展成源臨廢物回收中心 Y Park林區 這裡有不同的處理設備 例如木材破碎機、木材切割機 乾燥和消毒的設備 每天可以將超過30公噸的源臨廢物 轉化成木板、木坊和木康等的有用材料 今個月初 林區聯同香港雕塑學會 以及點子藝術創作 合辦了一個雕塑創作營 邀請藝術家利用這些再生物料進行創作 我們找了八組 譬如有些是互動性的 譬如他們可以穿梭在作品裏面 在玩耍 另外一些是觀賞性的 譬如有些藝術性 透過這個環境的意義擺進去 所以我覺得很有特色 所以我相信一些觀眾都會感受到 這種不同的一些體驗 今天我就是會進行這個拼板的動作 將一條條的這些方 將它變成再薄一點的一塊板 然後我們用這塊板去切割 我雕塑裡面的人的形象出來 黃晉升是其中一位參與雕塑型的藝術家 雖然他以前都有做過木工創作 但是用回收木這個物料 就是第一次 因為它是回收木 它可能會倒下來 然後送過來外部 它可能乾燥的處理時間 未必夠長 外面好像乾了 但原來裡面還是濕的 令到我的方法會不同了一點 以前用一些建築的木材的時候 它就先做乾燥處理 就會比較容易去做 現在濕的木材 就要轉一轉的方法 可能以前可以入螺絲的位置 就要想一下 入筍位 或者用一些 green woodworking的一些風格去處理 黃晉升的作品《海龍》 靈感取材是希臘神話中的半人馬 海龍以教育多位希臘英雄而聞名 和一般被人印象 凶猛、殘暴的半人馬不同 它是說一個類似father figure 很多希臘的墳 譬如Archiles或者Hercules 或者走神Dionys 都是它的徒弟 但它最後的結尾 是Hercules在追趕一群很厲害的人馬的時候 射了一支箭 那支箭有劇毒的 誰知道後面是它的老師 然後就遇到它 但因為它是神 它不會死的 它永遠都受著要死的痛 我又很喜歡這種 跟上一代很糾纏 很複雜的關係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故事 夫妻組合 童超安、童嚴碎芳 這次就共同創作了一個 互動聲音裝置 名為日曰 作品由60個 分別以四種不同木材 所造的音箱組合而成 其實透過原理 就透過它的木的震動 去發出高高低低的聲音 主要就是這個距離 不同的距離 這裡和這裡 就會有不同的震動 就令到它有不同的聲音 我本身製造建築設計 所以我負責設計整個 outlook和系統方面 用了一個modulation的方法 就是研究如何 將不同的音箱 將它搭在一起 以前打風 看到有些樹架倒下來 然後劈了一塊塊 其實我自己也試過 想做一些東西 但是 可能也挺有趣 做回學校 但又好像無從入手 所以我覺得 譬如今次 真的可以用本地木 去做一件installation 其實我覺得很開心 你們敲的時候 其實聲音都有公共性 你一定會被其他人聽到 其實很歡迎 去互動的一個裝置 而且它沒有語言的限制 沒有年紀的限制 都可以一起去 透過敲擊 透過你的好奇心 用一個玩的方法 去跟別人交流 本身是電訊工程師的馮力人 當年前由於對藝術產生興趣 而投身木雕創作 他是今次其中一位 用圓木進行創作鏡的藝術家 因為圓木的生存形態 不是你想怎樣就怎樣 他會受到特別的形態 還有這麼大支木 也不想太過浪費 所以我通常都會 從木形狀來設計的作品 我今次做的設計 是兩條海豚 中華白海豚 我就看看 究竟哪個木 可以剛剛我做 好像魚游上來 或者它反身的時候 如其向天 我就選一些 彎道的木來做這件事 或者有一個丫叉的 可以方便做 所以我今次選了幾支木 剛剛好 做到我想做的形態 因為香港本身的地利環境 地方不多 所以其實做大型的挑掃 也有一個難題 加上木雕是需要原材料 香港本身沒有真正的原木入口 供應不是穩定之下 對於創作的物料是一個限制 但其實除了這個創作方式外 其實木頭可以用其他方法創作 希望大家從接觸到木頭這個材料 多一點可能認識到 我們周邊的環境 我希望在那方面 可以有啟發給大家 以前外國遊客來到香港 很多時候都會去光顧 本地的裁縫店 在香港 度身訂造一套西裝 因為價錢非常合理 比在意大利或英國訂造很多 而且手工又好 又很快做好 所以吸引到不少的男士 慕名而來 但是這批當年 由上海來到香港的老師傅 很多都已經退休 年輕一輩又對這一行 缺乏興趣 加上生活方式 時裝潮流的改變 成衣製作越來越快 又越來越便宜 令到這一種裁縫工藝 逐漸適美 在荃灣南風沙廠舉行的展覽 土生陽相 香港手工西裝發展史 告訴大家 一套合身的西裝 可以怎樣反映香港精神 作詞・作曲 李宗盛 此外出星期間 北風沙廣 太宜了 北風沙廣 成衣製作工 北風沙廣 靠置 北風沙廣 去旅、北風沙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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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nd I was curious to see why every night I had Daniel Barrymore playing a Beethoven sonata and it went on for nights and nights and that was a complete cycle which he did so three years ago when we were thinking about what to put on Radio 4 as a Beethoven 25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I thought of maybe a cycle and the piano cycle in particular because we have so many great pianists in Hong Kong and then the idea of recording it is well it was okay and then I thought it would be even nicer if we can film it so I talked to my TV colleague and she said oh yes let's do it and now we've done it and as Professor Kwok alluded to not without some difficulty because this was actually taking place in the midst of COVID wasn't it and so I imagine that even caused some difficulty in putting the lineup together of 32 pianists oh yes at first because we have 32 pianists and then I asked them what can they offer of course most of them would like to play the same piece so I asked them to give me a list which they prefer to play then then I put them in priority I imagine there were also some COVID related shuffles that had to happen perhaps even in the performers list I think because especially those overseas cannot come back and then they have to quarantine or they have to they have other engagement and then when they come to Hong Kong they have a quarantine and might be going back they need to so I think quite a few couldn't come back so I have to find substitutes now this entire body of work the 32 sonatas of Ludwig von Beethoven has been referred to as the New Testament of the piano repertoire can you expand on that or anyone care to speak to the importance of this repertoire to pianistic literature in general of course it's very important to all pianists and because there are 32 piano sonatas range from the very early on to one of the latest work by Beethoven the piano works so of the styles and all the context they are really really different from time to time so it takes time to understand it and of course to learn it and to own them and it's not an easy task for pianists to learn them one by one so as Professor Kwok mentioned earlier that we all should came up our own list so I don't think the sonatas I put on my list I can play it so I think I was assigned a new one and actually I feel very happy to do so because anyway maybe it's the ultimate goal for every pianist to finish this cycle so I think I take another step forward to that of course we don't have time for all 32 sonatas here in the studio and indeed not even unfortunately for one full sonata but I would like to ask you what can you play for us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all of you the piano sonata 81A there's a duo the last movement which is titled The Return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Thank you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Thank you Thank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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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